你就想说没关系啦 老板前一两天才告诉我 反正今天没做还有明天 明天没做还有后天 妈呦 人生这么长 欸 你这样想可能很多时候 就会常常被老板责怪说 欸你是不是都突然拖到最后一刻 想说没关系 反正还有下一家公司 欸等一下 这样的心态真的怪怪的 这就是拖延症 你有沒有拖延症 这一集就是要让你解决这个问题 把生活想成诗 让心灵更舒适 欢迎收看 Ariel聊心事 哈喽大家好 我是Ariel 这一集要来跟大家谈一谈 很多人懊恼的议题呢 那是什么 就是你先想一下 有没有曾经像我们正值暑假时期 60天两个月 满满很充裕的时光 但是呢 我们总会出到最后两个礼拜 甚至最后两天 才开始做暑假作业 没关系大家当作学生 Ariel懂你 这个习惯一直没有改 根深蒂固到你另外一个人生重要阶段 叫做职场 你就发现说 老板交概的事情 通常不会照着行事 里很多时候会有 临门一脚插进来的东西 那这些额外的东西呢 你就想说没关系啦 老板前一两天才告诉我 反正今天没做还有明天 明天没做还有后天 妈呀 人生这么长 欸 你这样想可能很多时候 就会常常被老板折怪说 欸你是不是都突然拖到最后一刻 想说没关系 反正还有下一家公司 欸等一下 这样的心态真的怪怪的 这就是拖延症 你有没有拖延症 这一集就是要让你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Ariel要带你认识拖延症 Ariel这边跟大家澄清一下 拖延不等于懒惰 为什么 因为拖延是我们的目标制定之后 会有接应的行为产生 我们就不想动 这就叫拖延 懒是我们没有目标 也没有行动 什么都没有 我们就是不想动 好吗 所以这两个差异很大 其实在面对一个目标 要达成的时候 我们内心其实都会有很长的焦虑 最好应付方式就是拖延 反正我就慢慢拖着 这样就导致我们这个拖延的现象 会一直被延续下来 那其实它有分两种 一种叫做爆发型 爆发型的人就是这样 他拖到最后一刻 他真的都会生出来 所以其实某个程度是因为 他自己很清楚知道 他最后是怎么排那些时候 他也习惯这样 并且他以前的经验也都会成功 那我会认为这样的拖延 其实也没有关系 反正你就是喜欢只要最后一刻 可是你东西有焦 但另外一种什么叫做退缩型 有时候我们内心会有一个声音 叫做完美主义 这东西其实有点恐怖喔 拖延它是因为我们有目标之后产生的行动 但你的完美主义 就会让这个目标变得非常的完美 让你觉得有点懒得开始动 那这个完美主义 如果你没有松动 或者是没有去接纳 人生有很多不完美跟很多不确定性 那其实拖延这个议题 就会在你生命中一直被延续下去 所以终究都是因为我刚刚讲的 爆发跟完美主义 这两个东西导致 跟有没有能力完成 其实我觉得它是两件事情 刚刚其实前面有分享到 它是对抗焦虑的一种方式 拖延很容易让我们觉得内心比较舒服 欸等一下喔 这很像是游泳池上的游泳圈 这很像是我们头痛不舒服吃的止痛药 也就是说它治标不治本 终究没有办法为你人生带来什么新改变 所以如果你理解这样之后 我们如果要把这个东西去做对抗跟解决 唯一的办法就是 去除理想化跟目标缩小化 欸那这个理想化是什么 你可能会觉得说 唉我要做的东西 我想要把它做到很好 其实有时候叫做 先求有再求好 我们大脑会害怕要去完成很巨大的事情 因为大脑在帮我们执行一件任务的时候 那本身是耗能的 所以读书很容易肚子饿做事情 很容易想要吃东西 这都叫正常现象 所以为了化解这个问题 我们让大脑可以动起来的关键就是 把它切成比较微小的东西 一次一次去完成 而且完成之后 给自己一些小奖励 比如说 欸我今天完成之后 我就可以去做一些你喜欢的事情 我刚讲了理想化 你的任务其实也很恐怖 因为你可能会排好schedule 说没关系啊 我也有在规划 我这14天就照着就就好了 等一下趁最后14天的时候 你会发现一个超大的bug 就是那14天会跟你想的不一样 我们今天不是山顶洞人 关在山洞里跟自己相处 我们是跟人类相处 你有朋友 你有家人 你有同事 你有亲戚 你有老板 这种东西都会影响我们的情绪变化 也就是说 我们把这些东西设着一个弹性 Ariel如果排事情 我除了把目标放小以外 先求有再求好之外 剩下的就是我会让我自己 那一个行程 在1到3天内完成就可以了 不要说什么 我今天排了 怎么会没有完成 我跟你讲你这样想 你接下来3天内的东西都不用完成了 你今天那个东西叫做我们最期待理想的样子 可是我们常常有理想体重 请问有到吗 没有吗 所以我们保有一个弹性 用我上面讲的方法 你可能会稍微可以改善一点点 目前推演的状况 其实试过之后 你觉得好像没有符合自己 Ariel在跟大家分享3个方法 第一个 你先让你自己保有一个选择权 我刚说的大脑本身执行大目标很耗能 但你知道吗 当你大脑没选择的时候 你也会想要去躲起来 什么叫没选择 就是比如说你都不想要去吃饭 然后可能就想说不知道吃什么 不知道不知道 到后来你们什么都没吃 这就是没有选择 因为没有人要提供意见 可是如果你今天已经想出3个 比如说肉圆、酥西、汤、鼻子 你可以吃肉圆、米糕、四神汤 你要吃哪一个都不喜欢 但你想不然四神汤好了 不然肉圆好了 你就动了 你就选择了 所以为什么要讲选择权这件事很重要 而且你要记得 Ariel刚这个举例是要有3个选择权 也就是说你不可以只有让自己有2个选择 2个其实有点像是被迫选择 其实那个大脑也不会开心的 也会生气气的 所以为了让你大脑最舒适的状态 你要让你自己所定定的那些微小目标 我刚说了大目标要切成小目标 然后让自己的小目标是可以有选择 比如说你最近在暑假过程中 你有安排几个计划 可能六七八个之类的 那你就挑最急迫的 在轻重缓急之内 有一个没做一定会死的 那你就把这两三个都挑出来 我说了不要挑两个 挑两个也会不想动 四个太多了也不想动 研究显示三个是我们人类 在选择时候最快乐最自由的 所以你就选了三个比如说写暑假作业 然后阅读读书心得看课外读物 好吧今天不然就写读书报告好了 不然就看课外读物好了 而且这三个都是必须的 你不要给我加一个去睡觉 这个东西不在选择里面 这三个选择是你都真的必须要去做 只是让大脑可以去调试一下 今天的状况是什么 因为我说过每天状况其实不太一样 这是第一个 好第二个让自己离开舒适圈 舒适的空间定义是物理上 你会马上可以休息跟睡觉的地方 只要你可以马上躺平的地方 全都叫舒适空间 好当你起身之后 不管是去咖啡厅去图书馆去户外 反正你只要去一个 你没办法随时躺下的地方 其实那个某个程度都会稍微推进一点 就是你完成这件事情的动力 当然就像Ariel前面分享的 保有一些空间 你不要想说我出去了 就要把这件事情做完 也不一定 可能我们出去了穿上鞋出门了 到你喜欢的地方了 也许可能会在这个计划完成上 可能会前进到30% 50% 但你终究会动起来 这就离完成度更近了 再来最后一个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时候有效利用你身边的重要朋友 跟重要亲人也是很重要的 这是什么意思 Ariel就跟大家分享一个经验 我自己以前想说 买了那么多书都没有看 那Ariel就借由粉砖 去跟大家分享说 我阅读了哪一本书 那这本书给Ariel什么样的 歧视跟主观的想法 我就去做分享 每个礼拜天 我就是会用一个hashtag 说什么每周一书分享 这个写上去之后 Ariel就开始会紧张了 因为我就会觉得 全部人好像都在观看着 我有沒有做这件事 这就是利用群众的眼光效应 来帮助Ariel完成事情 又更推进一步 你也可以打电话 跟你的好朋友一两个说 不好意思 我最近想要做什么计划 那我可以跟你分享吗 什么什么的 你只要找到一个朋友 其实就够了 那这个其实就会变成一种 无形的监视器 就会让你自己知道说 好啦 你该做事情还是要做 ok 所以这是以上三个方法 跟大家做分享 去摆脱我们的拖延症 如果你身边有拖延症的患者 或是好朋友 那我们该怎么帮助他们呢 其实有点就是不要吝啬给他们鼓励 那个鼓励是什么 是历程 如果针对身旁的朋友 是做结果这种的鼓舞 一种赞赏 其实都会让他觉得结果没有完成的时候 他会更害怕 反倒会增加他的拖延症的这个状态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结果真的不重要 如果你身边有这种人 其实你可以帮忙他 就是告诉他历程 这些过程中才是最重要 也就是说历程是什么 就是你说你今天发现他出门去做了 这个你就可以鼓励他说哇你今天开始动了 其实蛮不容易的 每一个微小的行为 我们都不要吝啬给他们鼓励 那他们会更有机会觉得说 哦原来这些小小碎片的一些行动 也是这么重要的 那当这些碎片行动 让他觉得够有自信 让他够相信自己可以完成了 渐渐的他离目标的那些行动 最后就会越来越近了 OK这是我们最后能够帮帮朋友的一个方法 好啦以上讲了这么多 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下 逃避虽然很可耻 但其实很有用 也就是说在面对拖延症的解决 其实我们内心可能会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情绪 那就像我刚刚讲的这个症状就是来缓解我们焦虑 所以其实在完成一个我们制定的目标 最后要复出行动的时候 内心真的会有焦虑不安恐惧 甚至担心什么鬼的 全部都会一串的像肉粽一样跑出来 如果我们要调解自身的情绪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很关键的指标 就是不要再自我评价或自我批评了 不要就是没有达到你的schedule 所有东西没有在dayline之前可能可以完成 你就会觉得我好废喔 我好烂喔 我好烂喔 我是废物什么的 就是某个程度这样真的只会让你动不起来 那我觉得自我评价 自我批评这个东西其实是 就会让你的脱颜症雪上加爽 他真的不会让这件事情的结果比较好 那Ariel自己的方式 其实我觉得自我怜悯跟自我宽恕吧 这两个东西真的蛮重要的 自我怜悯是什么 就像我讲的 你的身体不是每天都在过年 其实我们身体你知道荷蒙每天都在变化 所以当我们发现哎哟今天真的是有一些状况 然后这些状况不是你愿意的 可能是发生一些突发状况 或是有些人找你帮忙 导致你今天的schedule全部都没办法做 那给自己一些自我怜悯 自我宽恕 那什么叫自我怜悯 当你给自己做完一两个小任务的时候 适时给自己喜欢的奖励 或是让自己休息一下 这些东西都很重要 所以你在排schedule的时候 保有一些弹性 我是认为说 有时候我们会把时间抓得很紧的时候 你要告诉自己你不是在当兵 所以很多时间其实你应该可以在前后 给自己就是一个小时的时间差 去完成你该做的任务 这就是自我怜悯自我照顾 所以当我觉得你可以保有这样自我宽恕 自我怜悯的状态下 其实你就不需要用拖延症来掩盖你的焦虑 你的计划就会更容易被执行 OK以上是Ariel今天跟大家分享 希望可以帮大家有效的去解决 跟对抗一下你的拖延症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啰 拜拜 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按喜欢订阅 并开启小铃铛喔